李嘉诚的和黄在全球要搞竞拍 要买 李嘉诚的买的地产的导致绝对超过融创 你别看在国内房地产少 因为他的65%是江家的 他背后会扯出很多金融 那么曾宝宝和张松乔这样的人都被搞定 张松乔在伦敦买了大量的资产 就在我的公司旁边买了个2亿多的沙特皇宫的楼 他敢这么玩 那个张松乔不是一般的傲慢 非常之傲慢 这些所有人导致他就是给做担保的 张松乔和榴莲熊和恒大包括国内的融创 还有碧桂园和声创展 还有那个李思连的那个张力的 所有的这些人他会形成一个真的是崩溃效应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中间的白手套被暴露出来了 李嘉诚和黄在全球现在要拍卖 和黄啊 他一被拍卖 和黄下的产业房地产国内国外 都会暴雷 而且李嘉诚是香港所有银行的股东 包括汇丰 这个时候对香港汇丰来讲 对平安集团来讲 对国内的民生来讲 对招商银行来讲 对中国银行来讲 所有的票据都会暴雷 这个时候就所有老百姓买的保险 我可以告诉大家 分毛没有 这边 我们来讲